聊斋志义 蒲松林 白话翻译 贾珊珊 赵承虎 赵承县有位老太太七十多岁 只有一个儿子 一天儿子进山被老虎吃了 老太太万分悲痛 几乎不想活了 哭泣着到县衙申诉 县令笑着说 老虎怎么可以用官府的法律制服呢 老太太嚎啕大哭得更加厉害 没人能够止住她 县令呵斥她 她也不害怕 县令怜悯她年事已高 不忍心对她大发脾气 就假装答应为她捉虎 可是老太太趴在地上不肯离开 说要看到捉虎的公文才肯揍 县令无可奈何 便问手下差役 谁能前去捉虎 一个叫李能的差役 喝得醉醺醺的 走上前说 我能 等她领了公文退下 老太太这才离去 李能酒醒后就后悔了 但是转念心想 上头不过做个样子 为了暂时摆脱老太太的纠缠 所以也没太在意 到妻复命交回文术 县令怒气冲冲地说 你既然说过能够捉虎 怎么能说反悔就反悔 李能非常为难 请求发出公文 拘禁猎虎帮她捉虎 县令答应了 李能把众猎虎聚集起来 日夜潜伏在山谷里 希望抓住一只老虎 或可免出责罚 可是 过了一个多月也没有捉到 还挨了几百棍子的处罚 李能的冤苦无法申诉 只好前往东郊山神庙 跪下祈求 痛哭失声 不一会儿 一只虎从外面走进来 李能仓促间很惊愕 害怕被它吃了 虎走进庙来 根本不看别处 而是蹲在大门中间 李能对虎说 假若是你吃了老太太的儿子 就低下头让我绑上吧 他拿出拘捕犯人的绳索去捆虎脖子 虎则扶手贴耳地让他绑 李能把虎牵到县衙 县令问虎 老太太的儿子是你吃的吗 虎点点头表示同意 县令说 杀人应该处死 是自古就有的法律 而且老太太只有一个儿子 却被你吃了 老人家无依无靠 靠谁养活 如果你能给他当儿子 尽孝道 我就赦免你无罪 虎又点点头 于是松了绑 让他走了 老太太正愿县令不杀虎给儿子偿命 清晨起来 打开门 有一只死鹿放在那儿 他卖掉鹿肉 鹿皮 用来维持生活 后来一直这样 有时虎还闲来钱财不匹 丢到院子里 老太太从此富裕起来 比儿子活着的时候过得还好 他开始在心里感激老虎 虎来的时候 经常躺在屋檐下 整天不走 人畜相安无事 相互之间也没有提防之心 几年后 老太太死了 虎来到屋里大声吼叫 老太太平时的积蓄足够值班丧事 族人就共同把他埋葬了 坟刚堆好 虎又突然跑来 宾客都逃走了 他直接来到坟前 发出像打雷一样的吼叫 过了好一阵子才离开 本地人在东郊建了一座一虎祠 至今还在